同学们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在上两节课我们分别学习了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一和判定二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三 在学习判定三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个 就是三角形的中围线以及它的中围线定理 那么跟我一起来看这里面的这个三角形 那么这是三角形ABC 我现在分别取AB的终点和AC的终点 取AB的终点第一 AEC的终点第一 然后分别把它们连接起来 那么这里面产生的这条线段第一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所以三角形的中线的定义是这样的 三角形的中线是连接三角形两边终点的线段 连接三角形两边终点的线段 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那么同学们知道一个三角形有三条边 有三条边那么每取一条边的终点 然后再连接应该可以得到三条线段 所以这里面我们再去编CBC的终点 把它计为F 我们把DF连接起来 把EF连接起来 那么同学们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三角形有三条边 那么每一条边我们取它的终点 然后再把终点D连接起来 EF连接起来 DF连接起来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三条线段 那么线段D 线段EF 线段DF 就叫做这个三角形 ABC的三条中线 那也就是说一个三角形 它有三条中线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 什么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第二个就是三角形的中线定理 三角形的中线定理 同学们还是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我们以线段D为例 D点是AB的中点 E点是AC的中点 那么线段D是三角形ABC的一条中线 那么这条线段D 它与这个三角形的边之间的位置关系 或者是数量关系 也就是说 三角形的中线D 它与三角形的边 在数量上和位置上有些什么关系呢 那么这就是三角形的中线定理 我们就以这个图形为例 因为D2点分别是三角形ABC ABC的中点 所以有下面两个结论 D1平行于BC 以及D1等于1分之1倍的DC 所以你们跟我一起来看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点是某一个三角形 它在某两边的中点 那么有这两个中点所连接得到的这条线段 它与这个三角形的第三边 在数量上有关系 在位置上也有关系 三角形其中两边中点所连接的线段 这条线段和这个三角形的第三边平行 并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那么我们一般是说成 三角形的中线平行于第三边 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这个第三边指的就是 除了我们所取的这两边以外 也就是说 这两点是这两边的中点 那么另外一条边 我们就把它记为第三边 那么这个中线的逆地理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符号语言来表示 第一和一这两点分别是三角形ABC的 ABC的中点 得到的线段第一和第三边BC平行 并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那么下面我们就应用这个三角形中线的定理 来看下面这个立体 同学们跟我一起来看这个题目 以致如图在四边形ABCD中 EFGH分别是ABBCCDAD 是这个四边形四条边的中点 要我们证明四边形EFGH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在前面的两节课 我们已经学习了平行四边形的 一些基本的判定方法 我们在学习平行四边形的定义的时候 知道一组对边平行 一组对边平行且相当 那么这些四边形是平四边形 这是我们学的最后一个判定 从定义开始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 叫做平四边形 那么一组对边平行且相当的四边 也叫做平四边形 在前面我们还介绍过 两组对角分别相当的四边形 也叫做平行四边形 还有一组 两组对边分别相当的四边形 也叫做平行四边形 那我们还学习了一个 对角线互相评分的四边形 叫做平行四边形 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能否用到前面的这些判定方法 这个四边形 EFGH 从这个图形里面我们去看 我们如果能够证明它的两组对边相当 那也可以 能够证明两组对边分别平行也可以 或者说证明两组对角分别相当 或者说证明这一组 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所学的这个三角形的中微线 只要你知道一个三角形 它两边的中点的连线 那么它一定和第三边平行 并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来找一下 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端 它是某一个三角形的中微线 得到它平行它的一半 且等于它的一半 我们来看一下 E点和F点是AB和BC的中点 G点和H点是AD和DC的中点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边构造出一些三角形 那么我们就可以读到 这里面的某些线端 是某一个三角形 第三边的一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构造 以EF为一条中微线的这个三角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E点和F点分别是哪些边的中点 E点是边BA的中点 F是边BC的中点 那如果我们把A点和C点把它连接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线端EF就是三角形 ABC的一条中线 并且还可以得到 线端EF它等于AC的一半 并且和AC平行 所以我们把AC把它连接起来 试一下 好 同学们看一下 当我们把AC两点连接起来 然后发现 G点是DC的中点 H点是DA的中点 这个时候不仅可以得到 EF是线端ABC的中线 还可以得到 GH这条线端是三角形 ADC的中线 那么EF它就等于第三边 AC的一半 并且和它平行 GH它也等于三角形 ADC第三边 AC的一半 并且和AC平行 那么这里我们就证明出来了 EF和GH 刀和AC平行 并且刀等于AC的一半 那也就可以得到 EF和GH 它们G平行又相当 那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 一个四边形 如果它的一组对边 平行且相当 那么这个四边形 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这个题目 看来我们连接AC两点 是正确的 证明 我们连接AC 像刚才这个中线的定理一样 我们交代一下 因为EF分比是 EABC的中点 所以EF平行 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那么这个符号 我在前面介绍过 EF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我们既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式子 也可以把它写成 EF平行AC EF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那同学们可以看 G点和H点 分别是DC和DA的中点 那也就是说 我们同理可以得到GH 它也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在这个地方 同学们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 EF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和GH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这两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就不再重复写了 直接写 同理 同理GH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既然它们到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那就说明 EF平行且等于GH 那这就符合我们前面的判定 说如果有一个四边形 它的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 那么这个四边形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四边形 EFTH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题目做完之后 同学们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 既然我们可以连接这个四边形 ABCD的一条对角线AC 那么我们能不能去连接 它的另外一条对角线BD呢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比如说把BD连接起来 好 同学们来看 如果我们连接BD 那么这里就构造出了两个三角形 三角形ABD和三角形CBD 由刚才题目的一致条件 E和H分别是ABID的中列 那么EH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D F和G分别是CBCD的中列 那么FH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D EH和FG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D 那么EH就和FG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D 那么EH就和FG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D 而EH和FG也是四边形EFGH的一组对边 这一组对边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D 那么这个四边形也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如果有部分同意这个题目不想用这个平行起相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两条辅助线综合起来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证明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或者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那我们就这样用 由E点和F点是这两边的中点 我们得到EF和AC平行 同理可以得到GH和AC平行 那么可以得到它的一组对边平行 同理我们再把BD连接起来 那么可以证明EH平行BD FG平行BD EH和FG也是互相平行的 因此这个四边形它的两组对边就分别平行的 那么这个四边形也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我们还是用刚才的过程 在得到EF和AC平行的时候 我们不用平行 我们用它的一半 那EF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 我们就写成EF等于1分的AC 同理GH也等于1分的AC 这两条线段都等于它的一半 那就得到EF和GH相等 同理EH和是等于BD的一半 FG等于BD的一半 那么也可以证明出EH和FG相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四边形 它的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可以得到它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这个题目要证明四边形EFGH是平行四边形 它的这个证明方法最基本的应该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最简单的 证明它有一组对边平行其相等 当然这一组对边可以选择这一组对边 也可以选择这一组对边 第二种方法那就是证明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第三种方法证明它的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同学们可以把这三种方法把它组 拿来比较一下 那么很显然这个第一种方法 它就比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要简单一些 那么在上两节度我们也讲过 能够利用证明一个四边形 它的一组对边平行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比其他的方法 它这个过程要少一些 而且证明起来也要简单一些 好 同学们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 是连接四边形的对角线 那么连接四边的对角线 来解决这个四边的问题 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辅助线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二 第二张是一个四边形 它说这个1点和F点 分别是三角形ABC AB边的中点和BC边的中点 那么刚才我们在讲三角形中线的时候 就数到了这个中点 所以大家如果碰到的说 哪些点是哪些边的中点 可以联想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中线的定理 1点是中点 F点是中点 我们现在在AEC这条边上 取G点和H点 并且使得 AG等于GH等于HCE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AEC这条边上 取它的三等分点 G点和H点 1G和FH的延长线 相较于D点 我们再把这个AD和CD连接起来 最后要我们证明的是四边形 ABCD为平行四边形 这又是一个要证明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们心里一定要有书 我们学习了平行四边的判定方法 它一共有哪几种 而我们常用的又是哪几种 那么刚才这个题目说了 E点和F点分别是中点 那么这两条线段相等 这两条线段相等 以及G点和H点是线段AC的三等分点 如果我们要想证明四边形 ABCD为平行四边形 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形里面的这个几个特征 我们能否去证明这个四边形 它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呢 或者说证明这个四边形 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或者是用对角线互相平分 那么由这里面的E点和F点 分别是AB和BC的中点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EF这两点把它连接起来 如果把这两点连接起来 那么就得到了线段EF 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线段EF它就是三角形ABC的一条中心 那么它就等于AC的一半 并且平行于AC 证明我们先来试一下 把它连接起 如果把它连接起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EF等于AC的一半 并且平行于AC 而这里面我们刚才取的是 G点和H点是三等分点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把AC的一半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我取AC的中点 假如说AC的中点为O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那么OA就等于OC 而AG等于CH 所以这个OG就等于OH 那EF等于AC的一半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EF等于AO或者是OC 这才是等于它的一半 但是这个与我们要证明大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它有什么连接呢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E点和F点把它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三角形 它的边的中点 因为这里有一个三等分点 这个三等分点我可以把它转化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G点理解成线段AH的中点 把H点理解为线段CG的中点 那么同学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到 G点是线段CH的中点 而F点是线段BC的中点 那么这个线段FH 它会是哪一个三角形的中位线呢 G点是线段AH的中点 E点是线段AB的中点 那么线段EG 它又是哪一个三角形的中线呢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适当的转化一下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连接 E点和F点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我把这个点理解成是这一条线段的中点 这个点理解成是这一条线段的中点 那么同学们现在可以看到 H点是CG的中点 F点是CB的中点 那么此时的HF 它是一条边CG的中点 另外一条边CB的中点 那么这条线段就是某一个三角形的中线 这个时候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线段HF应该是三角形 BCG的中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连接的是BG 线段HF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G 并且和它平行 那同理 G点是AH的中点 E点是AB的中点 那么这个线段 那么这个线段EG 那么它就应该是三角形ABH的中线的 所以我们把BH连接起来 好 同学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是终点 这个是终点 那么EG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H FH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BG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FH和BG平行 实际上就是DF和BG平行 而EG和BH平行 实际上就是ED和BH平行 那也就是四边形 BHDG 它的两组对边是分别平行的 那么里面的这个四边形 BHDG 就应该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如果它是平行四边形 那我们可以根据平行四边形的心指 平行四边形它的对角线是互相平分的 我们可以把它的对角线做出来 把BD连接起来 我们假设把BD连接起来 它与GH有一个交点 把这个交点记为O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四边形 BHDG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么OB等于OD OG等于OH 而AG又等于CH 所以OI就等于OC 既然我们得到了OB等于OD OI等于OC 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 如果一个四边形 它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 那么这个四边形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因此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要证明这个大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实际上是经历了两步 首先要证明里面这个小四边形是平四边形 然后再证明大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得到它是平四边形 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来把这个题目的这个证明过程把它完成 证明 首先我们连接 BGDH 因为 EG分比是ABAH的重点 所以 EG 平行于BH EG平行BH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把它转化为GED平行于BH 那么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去证明 HF平行于BG 同理 HF平行于BG 我们也把它转化一下 G DF平行于BG DF平行于BG D平行于BH 那因此四边形 BHDG 为平行四边形 BHDG 为平行四边形 连接 BG BHDG AC 于 点O 它是平行四边形 我现在把BD交 C 与点O 则 由平行四边的对角线互相平凡 我们可以得到这两个解证 则 OB B等于OD OG等于OH 又因为AG等于CH 所以AG加OG也就是OA CH加OH也就是OC 那么图名可以看一下 OB和OD相等 OA和OC相等 这个大的是不是两条对线互相平分 所以这个四边形 ABCD为平行四边形 在这个形目里面 要证明这个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我们经历了两步 先利用两者对边分别平行 先去证明里面是一个小的平行四边形 然后紧接着是利用了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对角线互相平分 去证明大的四边形 它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得到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 如图 如图D1F这三点分别是这个三角形三边的重点 要我们证明A1与DF互相平分 那么这个题目把这个三角形的三条中线都标出来了 既然D1点E点F点是这三条边的重点 那我们一下子可以走在很多极端 比如说D1平行且等于1分之1的AC EF平行且等于1分之1的AB DF平行且等于1分之1的AC 现在我们来看它要证明的是A1和DF互相平分 根据前面我们所学习的 只有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两条对角线是互相平分 所以如果我们要证明DF和A1互相平分 我们首先应该去证明这个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 我们来看一下 A1与DF互相平分 要证明它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我们怎样来证明这个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刚才说了 D1平行且等于1分之1的AC 而F点是AC的重点 所以D1就平行且等于2 平行且等于AF 那就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证明 这个四边形 它的任意一组对比平行起向的就行了 下面我们把证明过程写回 证明 因为D1分别是ABC的重点 所以D1平行且等于2分之1的AC 而F点 F是AC的重点 D1是平行且等于2分之1的AC DF又是AC的重点 所以D1它就平行且等于AF 那么在这个四边形里面 这条边和这条边平行起向的 所以四边形 D1F 四边形 D1F 是平行四边形 既然它是平行四边形 那所以对角线AE与DF互相平分 所以你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 我们是采用证明D1和AF 平行起向的 得到它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那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去证明 EF和AE与D平行起向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程把它换一下 去写成 因为EF这两点分别是CBCA的重点 所以EF平行且等于2分之1的AB 因为D是AB的重点 所以EF平行且等于AD 那么它也是平行四边形 因此对角线也是互相平分的 那么这个题目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方法 都是证明这个平行 这个四边形它的一组对比平行起向的 如果同学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你在做完之后 就可以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方法对比一下 好同学们 我们这几个主要讲的内容 就是第一个 什么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三角形的中线就是 连接三角形 两边这个中点的线端 那么我们知道三角形的中线有三条 第二点就是三角形的中线定理 如果你知道有一条线段 它是三角形的中线 那么它和这个三角形的边 就有数量关系和位置关系 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图形 如果第一点和一点是这两边的中点 那么第一这条线端就和第三条边BC平行 并且等于第三条边的一般 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两个结论 EF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B DF平行且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C 那么通过刚才这三个力气的讲解 同学们应该看到了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形中线的定理 去证明一些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好同学们 这就和我们所有讲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下次课我们再见